李英实在压不住 一脚把面前的桌子就蹬脏壳 歇了哗了 插胡插网全摔碎了 吩咐一声 来来 给我拜你马 开枪 准备 谁也劝不住了 石秀和杨雄在旁边听得清楚 一看围了个十千 事情闹到这个份上 有点过意不去呀 哥俩赶紧站起来一抱拳 庄主息怒 庄主 我看没这个必要吧 围了我们一名弟兄 让你们两家闹翻了脸 乃至兵戎相见 一旦伤了人命 我们这一辈子都不得安生 庄主 算了吧 你也尽力了 实在救不出来 我们就认了命了 不 我姓李的说话算数 人不要回来 我也不活着 点对 他是一庄之主 说话就是命令 谁敢不停 马上进来几个小伙子把盔甲包拿进来 帮着李英 顶盔灌甲照袍束带技甲蓝裙 背后背着五把飞刀 腰中夸好了防身的宝剑 外照锁的连环甲又披身战袍 手提马鞭往外就走 杨雄石秀一看 人家为自己的人拼命 我们能在这坐着吗 跟杜兴一商量 也跟着 杜兴说 好吧 我也不放心 咱们一块去 外边点了五十匹马队 二百名装兵 点着灯球火把量子幽松 摇旗呐喊 像旋风一样是一直开到住家庄 这个住家庄的庄门前头 是一片开阔地 好 这片地啊 就驻扎两万军队 也戳戳有余 这一眼都能望出多远去 石秀和杨雄投一回来啊 借着灯球火把的光辉一看 哎呀 好厉害的住家庄 在独隆港的半山坡 筑起一道石头城 高矮 跟国家那城墙一般短 高大的城门紧密 庄墙的前面 是五丈多宽的护装盒 另外 吊桥高条 往庄墙上一看 穿穿乌宫灯 气死风灯 照得人影来回晃动 手把的分颜 鸟也飞不进去 如果硬打住家庄 没有几万人的兵力 不带着重火器 恐怕攻不进去 李英 把带来的二三百人一字排开 立马横枪 讨敌马阵 咱 朱家庄的人 你们听着 让朱镖 出来见我 有带口气 他都给我滚出来 我李英 再次 杜兴一看 主人机了 当然得帮着主子 杜兴 把马往前一批 杨启博的也喊上来 听见 这位就是我们李家庄的庄主 蒲天彪 李英 告诉你家老庄主 告诉你家少庄主 赶紧列队迎接 上边的人听得清清楚楚 你本来李家庄 护家庄 朱家庄 这三庄非常要好 亲密无见 突然间发了脸了 谁不认得朴天彪李英 那经常到这串门来 而且是老住进的 做上课 今儿个可好 甚至骂起祖宗来了 有人不敢言语 撒酒 如飞到里边送信 要有半个时辰的工夫 就见庄门大开 刺牙牙 放箭吊销 从里边出来五六百人 也许这活法 高瞟着气死风登 二龙出水市 正中将 窜出一匹大白马 再看这匹马 毛管刷亮 安颤交魂 赠名刷亮 满桥端作一人 这小子也就是二十岁 吴短身材 车轴的汉子 一张白脸 眼睛往外 呼呼着 头发根 还多少有点发红 头顶红铜盔 皮挂金锁连环甲 走寿湖玄天带是 弯弓插箭 跨下白马掌中 五高身飞亮烟枪 杜兴他们认的 正是三公子 铸镖 你别看他是老三 比他哥哥 强得多就多 在他爹面前 他能当多半他家呀 而且这小子 人送绰号 花里魔王啊 做尽了坏事 灯眼就在人 而且还翻脸不认人 朱家庄这人 没有不怕他的 一看三公子来的 腿肚子转筋 脖子都冒凉气 你不知道哪得罪了他 眼珠子一瞪 命没了 你像这样的瘟神 谁不畏惧 单说助标 把马一劈 来到李英的马前 我大枪横担 铁肚梁 嘴撇着 看看李英 哼 我李庄主 人夜之间 你带着这么多的弟兄 拿刀动枪 你想干什么 莫非还想攻打我的 朱家庄不成吗 我说助标 我且问你 你们这抓没抓一个人 叫失签的 人送绰号 鼓上早 哈哈哈哈 我李英啊 你怎么还明知不问 那小个子 就在我们这压着呢 你问他作甚 助标 我跟你没得可说 你给我滚回去 你让你憋出来 我跟明白人讲话 不能跟你混蛋打交道 放你马里屁 李英 你竟敢出口伤人呢 我看着出来 你现在心向水不凉三 你跟那帮贼狗打连环呢 别看你是朝廷的武进士 又做过武叹化 闹了半天你吃里爬外呀 嗯 三庄联合 这都是假的 这十千 就是铁证 不然的话 我们抓住他 你干什么那么动心 为了这么个人 你为什么三番五次 派人来索要 甚至不惜武力相见 哈哈 李英啊 这才叫知人知面 不知心呢 你变个过去 咱们都不错 因为咱们都是朝廷的人 今天你露了馅儿的 你是国家的反派 我就要把你抓住 送交官府前去 请功受赏 他还想往下说 李英实在听不下去了 好数字 我看 就像风了一样 一枪紧次 一枪一枪快四 一枪无动的跟青山相似 那花里魔王注标也不白给了 掌中这条枪也非常的厉害 二马盘魂 双枪并举 就站在一处 杨雄石秀在后头看着 哎呀这一看 福田雕李英是这一份的 够挑好汉 哎呀这注标也不白给呀 看这样两个人旗鼓相当难分上下 我们就在这看着 我们是帮忙还是不帮忙呢 两个人拿不定主意 可正在这时 就见花里魔王注标 徐晃一枪 跛马变头 他喊了一声 李英 搁着你的放着我的 这笔账是非算不可 三爷爷庄子里有事 不能奉陪 咱们改日再见 直接奔那吊桥去去 李英怕他跑了 门一关 他不理你 白起肉头震 你干没皱脸 所以李英 摇枪 摧马是紧追不舍呀 富标 你给我站住 这事还没完呢 你不把我们的人给放了 我绝不能善罢甘心 拿命来 说话之间 追的就比较近了 哪只花里魔王注标 这是假的 这小子用眼角一溜一看 普天标李英追来的 不由得心中暗息 你一抬腿 把大枪挂上了 在走寿湖 悬天带着超弓大剑 最准李英 这剑就射出来 李英能耐不小 但是今天呢 有点疏忽大意 要不说呢 人得一生谨慎 有地方一输神 非吃亏上当不可 李英呢 救人心切 没想到注标 这小子暗算自己 也搭上 一高人胆大 他一看注标 冷不定就翻身 一倒寒光奔自己来了 再想躲 来不及了 李英暗道不好 尽量把致命的地方 往旁门一甩 能躲到什么程度 算什么程度 梗嗓心窝都闪开了 尖头没躲开 这一只三棱透假追啊 正好射到 嘎吱窝 嘎吱这一声 福天标 里英坐不稳住了 哎呀一声 从马上就摔下了 注标一看得了少了 把马赶紧学回来 弓箭收起来 抬腿摘下亮炎枪 是直奔 是直奔李英 鬼脸的杜星 拼命三郎石秀 并观索杨雄 看得清清楚楚 到了现在 也顾不得一切了 三人三匹马 像闪电一般 冲出队伍 来营救李英 鬼脸的杜星 晃掌中斩马刀 敌注注标 杨雄石秀 才救了李英 一看这仗啊 没法打了 赶紧往下撤吧 注标在后都追了一程 一想 别贪功心切 我再吃了亏呀 干脆见好就收吧 就这样 他收兵撤堆了 紧闭庄门 高挑吊桥 展翅不提 但是我石秀 杨雄和杜星 把李英 救回李家庄 李英啊 痛苦不堪 哎呀 疼死我呀 亏给摘了 夹给卸了 把战袍 衬衣 全都搅开 一看呢 被鲜血都弄透了 这只剑深深的在肉里头盯着 不起剑怎么能行呢 找了几个人 摁着李英 拿了英嘴的钳子 杜星啊 杜星啊 就有点哆嗦了 主人 你挺着点啊 我得把剑拔出来 你下手嘛 快 哎 你快挺着啊 哎 夹住之后 鬼脸的 鬼脸的杜星 一攒进 我剑给拽下来 把李英疼得 嗷了一声 蹦起多高 再看箭头上 都奔起一块肉了 能不疼吗 血流不住 有人早就准备好棉花 药布 止疼药 止血药 经过紧急强救 把伤口的鲜血算止住了 包扎上 服了药 李英是痛苦不堪啊 坐不住了 就得在床上倒着 哎呀 李家庄的人 都跟霜打的茄子 差不多少 全粘了 杨雄和石秀 一晚上没睡觉 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 勉强喝了点粥 问杜星 李庄主伤势如何 伤平重 看这样 最近几天下不了地 我找人日夜陪护 这怎么办 你看都因为我们 真叫我们过意不去 杜星说你们也别这么想 这注标的确不是东西 就没有石签这个事 迟早也是一场恶战 这也倒好 接着算出了头了 等我们庄主好了之后 能答应他们吗 只是围巾之计 石签怎么办 诶 注标说得清楚 最近几天 要把石签送往官府 案子坐实了 是梁山的贼寇 清者的砍脑子 重则挨千刀 救人如救火 这怎么办 石签和杨雄说 这么办 我看现在 只有班请救兵了 我们哥俩打算赶奔水不量山 面见各位头领 要求他们赶紧派这支援 除了这之外 没有再好的计策 杜星说好吧 我也同意 只是这个事 别对我们庄主言明 你们就说有事 赶紧告辞吧 三人商量好了 到中午的时候 杨雄石秀 来到卧室 探望李英 李英水米没沾唇呢 气色也不好 眼窝深陷 勉勉强强 跟他们说了几句话 两人就说 实在对不起 我们有个事先告辞了 望庄主保重 李英摇摇头 那意思表示惬意 我答应的事我没做到 可下边的话没说出来 两人赶紧退出来 杜星陪着 杜星说这么办 你们要想上梁山 我给画个草图 你们得怎么走 另外这块你们出不去 你看我们领着行 外来人进着来出不去 我把你们送出李家庄 就这样 杜星一直把他们送到平安地带 指名方向 二位保重吧 我听你们的好消息 多谢多谢 回头见 回头见 杜星回去听信 咱不说 单说石秀和杨雄 离开李家庄 一只赶贝水不良山 幸亏杜星给画那张草图 没费劲 就到了金沙江岸店 一看呢 树重之中 大道旁边 挂着酒漆 有一家电房 还有饭馆 两个人卖布 进去了 刚坐下 过来一个人 二位 才来啊 石秀抬头 一看 哎呀 认出来了 闹了半天 也是良山的人 紧抱着杨林 咱们前文书说了 代宗奉送江之命 赶奔冀州 去找公孙盛 半路收下紧抱着杨林 两个人结伴 赶奔冀州 正好遇上杨雄和石秀 杨林 代宗 把石秀 让到饭馆 推心之腹 都谈了不少 而且 愿意接纳石秀 加入良山 正在谈话之时 杨雄领着人 找石秀来了 所以代宗和杨林 就躲了 那么躲了以后 上哪儿去了 他们一看 找公孙盛 没找着 干脆回良山 复命吧 又回到燕马川 见着大寨主 铁面孔木 培轩 二寨主 火眼酸泥 邓飞 三寨主 御藏干 这哥仨都在这儿 等着呢 一看代宗 杨林回来了 问代宗 找着公孙先生 没有 代宗一晃头 没找到 不知道这位老兄 上哪儿去了 我们着急回来了 干脆 咱们回良山 平行吧 三家寨主 带领着四五百楼兵 放火烧着燕马川的山寨 半座官军 到了良山了 宋江一听 虽然说没找着公孙先生 但是代宗也没白走 领了这么些英雄好汉 壮大了良山的声势 焉有不高兴之礼 和天王朝盖 志多兴无用 以及良山各位头领 列全队 应接 带领着 美山 他们要遇见 山洞 北 战